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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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我是曼曼 今天也謝謝你點開我的影片 相信大家來到大阪 一定會去的一站就是南波 不管是购物逛街 或是品尝在地美食 还是搭车转车 都可以来南波 这一次的影片想要来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南波小攻略 也希望可以帮助到 第一次来大阪旅游的朋友 这个南海线的南波车站 总共有四层楼 在二楼还有三楼 也分别有不同的改杂口 下了电车后 一直直直往前走 就会直接看到三楼的被改杂口 今天把这里设为起点 这个口 我觉得是最多人使用的 不管是转乘地铁 或是到新栽桥 还有道顿窟 都是最近的 搭乘最左边的手扶梯 直接下到一楼 先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平常来南波 比较常用到的几个出口 但是在这之前 想要先来介绍一下 最近日本讨论度超高的 Best Food 营养面包 我来了 这是什么 很健康的面包 健康的面包 这次感谢Best Food Best Food 是近年来 在日本非常火红的完全营养食 很巧克力味道的面包 对啊 很巧克力的好吃 Best Food 还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除了比一般的面包热量低以外 还可以长时间的维持饱足感 口味丰富 选择性多 不管是哪一种口味 都不会太甜 而且还有淡淡的小麦香 口感柔软有嚼劲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巧克力口味 也是最受日本女生欢迎的味道 给人热量高硬上的巧克力 这个面包却可以减糖35% 清爽无负担 面包控的我 即使大吃面包也不会有罪恶感 除了健康的面包以外 还有出多种口味的饼干 也是嘴餐时的营养好选择 忙于工作时 没有时间好好的吃一顿饭 这时候就需要来两包Best Food 明明肚子饿 却又很在意热量时 这时候就需要来两包Best Food 在日本的各大超商 都可以买得到 但是台湾目前只有在网路上限定翻售 在官网上购买定期方案的话 初次下单时 还可以享有八折优惠 输入慢慢专属折扣码 还可以再折台币100元 还在等什么呢 赶快点开底下的资讯栏吧 谢谢你还在 我最常走的出口有三个 第一个是下了手扶梯后 往右前方走 头上会有指标 写着北出口 玉塘金 新栽桥金 道顿窟方面 照着指标 顺着通道走出去后 就会看到南波的大广场 这个广场 这个广场也是在疫情后新铺上的 以前原本中间都是马路 车流量很多 现在想要怎么走就怎么走 有名闭灌的荣桥金商店街 也都在这里 然后从这里一直直直走就可以看到 大阪著名的固立国跑跑人 接着回到起点后 分享同一层楼的另外一个东出口 从最开始的北改杂口出来 搭乘手扶梯下一楼后 直接往右边的南波西堤方向走 当然也是可以从室外走 但是因为最近气温很热 所以我觉得走车站内会比较舒适 两侧也都有很多服饰精品店可以逛 一直直直走后 右边有个转角 可以通往西出口 再直走一些后 会看到也是很好逛的Kaludi 从这里左转后再一直直走的话 就会连接到 第二个我很常用的东出口 从这里出去的话 不仅离大阪的动漫圣地 日本桥比较近以外 从对面的小巷子进去后 也会有一些很在地的隐藏居酒屋 还有餐饮店 在顺着路直直走后 就可以到达 妈妈们一定会逛到不想走的 千日前道具商店街 在这里可以找到 开店营业用的各种招牌小物 还有好几间店贩卖着 很便宜又日系的锅碗瓢盆 还有食品样本的制作体验 是一条很特别的商店街 车站出口出来往右走 就可以到达日本桥 回到南海车站的一楼 分享第三个出口 搭乘左边的手扶梯上去后 会到达车站的二楼 可以通到南波park时的出口 一样顺着路一直直直走 左边会有一间Seven 而右边就是南波的观光中心 原本有一些旅游票券 还有观光咨询 都可以来这里询问 但是现在搬迁换位置了 现在改成刚刚分享的北出口 最尽头的右侧 在这里一样可以买到一些 观光客专用的优惠票券 接着回到车站内 继续前往南波park时 在车站内随便走一走 就会看到付费的行李寄放柜子 很方便 一直直走走到底后 就会通到中央改扎口 如果下电车后 想要直接从这个口出来的话 可以从电车车到中间左右的位置 搭乘手扶梯前往 比卡出站后 就会通到这一次要分享的第三个出口 南波park时 这个南波公园的周围 有一个复合型的购物商城 很大很好逛 美食还有咖啡的选择性也很多 气温也越来越热了 不想走室外的话 park时这里也可以逛上一整天 建筑外观也都特别有质感 每个角度都很美 给人一种高级又悠闲的氛围 分享完我常用的三个出口后 回到起点北改扎口这边 也介绍一下周边的店家 出站后往左走的话 可以通到百货公司 车站内连接着高岛屋 不同楼层的入口 在旁边还能直接买到551的肉包 而且这里很少人排队 这里也有联锁的咖啡厅 还有精致的甜点店 往反方向右边走的话 会看到skyall 还有显眼的无印良品logo 在这一栋设施里也有简单的几间服饰店 还有一些生活杂货 也有一间高级超市 如果想要逛超市的话 入口进去后一直直走走到底 在右手边的地方会看到这家 是一间又精致又时尚的超市 再往里面走的话 也还有一些店可以小小的逛一下 这里有些东西也都蛮可爱的 再往前走走到最底的话 还有一间星星牌的星巴克 这家星巴克超隐藏 看完北改札口周边的店家后 前往车站内的大型购物设施 南波city 这个设施有分地上一楼 还有地下一二楼 总共有三个楼层 还区分了本馆和南馆 因为一楼的部分 刚刚有简单的带过一下了 这里直接前往鼻腕 下手扶梯后往右走 在墙上也贴着 这一层楼精致的美食 除了餐饮店以外 还有部分的咖啡厅 以及甜点店 加上服饰精品店 总共有两百多间以上的店家 服装种类的风格 也是各式各样的 只是我自己本身 也蛮少在这里买衣服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哪一间店好 但是这一间plaza 是我觉得必逛的店 这一间店在日本很多地方都有 也会不定时的有 可爱的限定小屋 或是当季的人气彩妆 日式杂货 或是饼干小零食 有用到的东西或没用到的东西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另外这间下午茶店 也是喜欢日系找货的朋友 必逛的一间店 有很多商品都特别精致 有质感 而且很多东西都很可爱 进到这一场店 真的要各种忍耐 努力的告诉自己 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再买 不是只有车站外的商店街 或是百货公司 真的就连车站内的购物商城 也都是满满的诱惑 接着往B2走的话 会有大家熟悉的ABC鞋店 以及高级超市层层实景 还有300元杂货店 简单的逛完车站内的商店后 回到这一次的起点 再来想要跟大家分享 从南海南波站 前往其他各个县的电车方法 最常被问到说 从关西机场到南波后 要怎么前往梅田 从北边改闸口出来 搭乘手扶梯经过一楼后 再继续往下走前往B1 然后再一直往前直走 每走一段路 头上都会有方向指示看板 所以其实也蛮好走的 南波站分别有6个县 都是从这个方向走 而我最常搭的就是 地下铁浴潭的经线 要去天王寺或是梅田的话 都可以搭这条线 只是走过去会有点距离 大约要6-7分钟 图中如果不确定的话 也可以随时抬头看看 上方的指示看板 一开始最先看到的 就是可以前往梅田的 玉堂经线 除了新栽桥和梅田以外 如果要去新大阪搭乘新干线的话 也都是这个玉堂经线 反方向的话 可以到达大国丁 动物园前 还有天王寺 有1号跟2号月台 前往梅田的话 可以直接走2号 要小心不要弄错方向了 玉堂经线的电车车身是红色的 如果是要搭乘前日前线 或是游汁巴西线的话 也可以直接从玉堂经线这里走过去 在这里也是 不管是头上还是墙上 到处都有方向指示 所以其实想迷路也很难 只是每一条线都间隔蛮远的 走过去都会花一点时间 这条前日前线 我唯一搭乘前往的 就是大阪的韩国圣地 鹤桥 也可以搭乘这条线 前往大阪的东曼街 日本桥 但是其实直接从南波走过去会比较快 鹤桥也是观光地区 虽然物价小贵 但是也很值得去走一走 前日前线的车身是粉红色的 经过了前日前线 再来就是最远的游汁巴西线 不会日文的话没关系 有边读边没边念中间 这条四桥线 我来大阪这么久 目前也还没有搭过 这条线也是可以到达 跟玉堂金县重复的大国丁 另外还有花园丁 以及案里和御出 因为那附近有语言学校的关系 所以外国人 以及中华料理店 还有中华物产餐厅 特别多 对了 如果要前往木金市场的话 也是在大国丁下车 分享完以上的 欧萨卡梅头路系列后 回到刚刚进玉堂金县之前 改打口的地方 如果要搭乘近铁 前往那一辆的话 还要再继续往前直走 要走到近铁县那边 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但是一路上 都有很多店家可以逛 所以途中 走起来也不会这么乏味 其实我觉得南波站这里 虽然范围有点大 但是每一条线都分得很清楚 而且距离也都隔得蛮远的 不容易搞混也很好找 陶爱逛这一间 连锁的袜子专卖店 这里有各式各样 很特别很可爱的袜子 整间店很大一间 很好逛 如果在路上 有看到这一间袜子店的话 很推荐可以进去逛一逛 但是金铁县还没有到 还要再继续往前走 这里竟然还有金江牛的料理贩卖机 很特别 一边逛街一边前进的话 感觉永远都到不了近铁县 所以我们先认真前进 在这里就只有一条路而已 反正就一直直直走 总有一天会走到 如果看到了头上正方形的看板 那就代表已经到了 但是前方有一间伴手礼店 请原谅无法抵挡优惑 弱弱的我 先来逛一下 这个巧克力 米奇迷你版的好可爱 还有彩虹的Pokey 这里也有很多 大阪限定的饼干零食 这个系列的咖啡包装 代表大阪的章鱼烧 说着亲切的大阪腔 其中我最喜欢的一句话 还有在超商买不到的 大阪炒面泡面 以及最近无所不在的 世界万博吉祥物 关完了 回到刚刚头上有 大的正方形指标的地方 一样一直直走 今天明明是平日 但是来来去去的人很多 有一点小拥挤 走个两分钟左右 就可以看到 前往静铁县的手扶梯 左边还有代表奈良的小路 很可爱 静铁县还有板神线 都是从这个手扶梯下去 买了入场车票 结果忘记拿了 出场的时候 又付了一次钱 通往神户的板神线 是在三号月台 奈良的静铁县 是在一号跟二号 在旁边也有一整排的美食 而且没间店都看起来很好吃 这里的面包 很多都看起来蛮特别的 还有在百货公司的地下街 也常常会看到这一间 玉座后车轮饼 内馅都给的很大方 有红豆沙 还有白豆沙馅 一个110日币 价钱很便宜 也有松饼 还有普世蛋塔 因为目前没有吃过日本的车轮饼 所以决定买一个来吃吃看 因为车轮饼是刚烤好的 所以拿到手的时候还是热的 外层的面皮吃起来微微的Q弹 但是中间的红豆馅 对我来说有点太甜了 只是这个车轮饼大小很大一个 内馅也给的很大方 而且价钱也亲民 我觉得还蛮值得购入的 分享完每一条电测路线后 再来就是高速巴士 巴士的部分 是往刚刚分享过的SkyO 这个方向前进 拉成左侧这个手扶梯上去 上去后 会马上看到方向指标 一样照着箭头走 在镜头这边右转 一样顺着这条路 一直直走走到底 走到镜头后 从左侧出去 就是巴士的搭乘处了 有些夜巴也都是在这里搭乘 只是关西机场 还有一单机场 没有从这里发车 接着今天要分享的最后一条线 就是有电车又有巴士的 大阪南波JR线 跟刚刚前往地下铁的路线一样 照着方向指标走后 会经过这一条南波WALK商店街 可以把这条JR留在最后一个分享 是因为另外一个巴士站 就在车站的旁边 所以一起介绍 大家可能会比较清楚 土中一样也都有很多店可以逛 还有我超爱的爸爸线做泡芙 因为大家如果来到南波 通常都是从关西机场出发比较多 所以才会把这一次的起点 设定在南海线的北改札口这边 但是从那里走到JR线的话 要十几分钟 很远 就连日本人 也有很多人也不知道怎么走 所以在网路上有很多部落客 还会特别打一篇 从南海南波到JR线的攻略 但是还是老话一句 可以一边看着头上的方向看板 一边照着指标前进 南波的JR站真的蛮远的 即使是从关西机场搭乘JR线前往 也都还要转车才会到南波这里 走出来后 就在JR车站的旁边 有一栋四面八方都是透明玻璃的建筑 巴士站就在这一栋楼里 走进去后 搭乘位于中间左右位置的手扶梯 前往二楼 到达后就是巴士站了 可以从这里前往伊丹空港 还有关西机场 以及其他的县市 车站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虽然南波车站这里不容易迷路 但是对于第一次来大阪旅游的朋友 至少看了影片后 可能会比较安心 也会节省一些时间 回家前也来超商买个面包 如果搭乘电车前 没有充裕的时间 能够填饱肚子的话 可以带上一包BASEFOOT面包 在车上简单的补充一下营养 打开底下的资讯栏 输入折扣码 还有专属的优惠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啦 这一次也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もうやめた